Mabelle Mabelle Hey Hey Mabelle 一歲的挪威森林貓Mabelle 不僅做到主人給的一般指令 還夠過主人一家 平日口活潑的她 上個月底有一天 突然站定定在家裡的雪櫃旁邊 看著上面的牆角 在這個位置 喵喵聲 我們會 很奇怪 一直到第二天 Mabelle 仍然這樣 主人仔細看下 才隱約聞到那個位置擺放的電箱 傳出淡淡燒焦味 還發出紫紫聲 摸落熱熱地 找來維修師傅打開一看 原來電箱部分的零件已經燒到黑了 對方說 電箱總製水器製和保險師短路 若果不及時發現 分分鐘釀成火警 若果不然她堅持在這裏 和不斷定給 這些不同的指示 我們都可能沒有這樣 就可以發現到 那些電箱是有問題的 這段人貓情緣 又怎知驚險事呢 兩夫婦大概一年前 用了一萬元 買入剛剛出生的Mabelle 自此窩心的事一見切一見 女主人Sandy幾個月前病了 常日要睡在床上 Mabelle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入房看下主人 Mabelle可以說是Sandy的精神之處 無論我甚麼事都好 無論我出門吃飯也好 或者出去看醫生也好 回醫院也好 我都會跟她說 媽媽一定會回來的 我沒事的 大概幾點會回來的 我答應你 兩夫婦說當正Mabelle是女 是否相小孩都說隨緣 但就說一定會對Mabelle不離不棄 ONG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